农历春节快到了 为了营营大量的返乡人潮 交通部宣布从2月1号开始 在高铁、台铁、公路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上 要全面禁止饮食 如果经过劝导不听的话呢 可依传染病罚制法处3000元到15000元罚还 为了降低春节期间 大量返乡人潮群聚感染的风险 交通部将防疫再升级 宣布从1号起在各大交通运输工具上 全面禁止饮食 并在2月8号到16号的春节期间 限制台铁乘机列车 每列次最多只能销售120张的占票 依据交通部的指示 在2月1号开始防疫升级 那就是在列车上除了必要的喝水、吃药、补乳外 那其他的全部都禁止饮食 当然你在喝水或者吃药完毕以后 也要赶快戴上口罩 我们的防疫措施消毒作业 就是会加倍的来处理 如果违反防疫规定又履劝不听的人 将可以传染病防治法 除3000元至15000元罚还 而铁路警察局在春节期间 也会加强各区勤务 呼吁民众要注意自身安全 因为人潮涌入大量涌入车站后 我们会加强战区守望勤务 然后列车的呼车勤务 铁路重要设施的巡逻勤务 还有加强取缔闯业评交道勤务 然后另外提醒民众就是在月台等车的时候 不要靠近警戒线以免发生危险 再来就是你在坐车的途中 随身物品后要保管好 以免遭他人驱走 然后在下车的时候 记得把自己的随身物品带下车 另外在花莲火车站前 从2月9号下午4点开始 警方将会进行车道分流管制 把上下车的乘客分开 避免交通大打劫 请民众要多加留意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